Street Fighter 街頭霸王 接下來我們要試的是 Street Fighter 街頭霸王 但是現在有點尷尬的事 我的攝影機的電不知道夠夠電 如果斷片的話 不要怪我 基本上我的認知 它就是V4的街車版本 而且很有趣的 我剛剛特別研讀它的手冊 這輛車的最大馬力 它只比V4S 小了大概V4S214匹 然後這台車208匹 只差了一點點 那更有趣的是 我觀察到它的扭力帶 它扭力輸出只比V4S少了1mm 同時呢 它的最高扭力輸線轉 既然比V4S還要往後延伸了1000多轉 這是我們在過去試過很多車款裡面 比較少見的狀態 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覺得這輛車 它真的可以算是V4 一樣搭載了Olinx的電子避震器 前後都會自動調整 還有旁邊有非常大的一個頁片 那當然它主要改變的部分就是它的騎乘幾何 你可以看到它的手把比較直比較寬 但是呢 其實我這樣子舊的手把 它的手把其實還是有微往前傾的感覺 V4S的屁股 真的好漂亮 我覺得很明顯的喔 它比起V4S來的靈活度更加的優異喔 它的動態感覺比較像是V2的感覺 但有可能是因為我做姿的改變 所造成的一個體感上面速度的感覺比較明顯 很明顯 天啊 確實 確實 我剛剛那樣子喔 我就感覺 哇這個 感覺 感覺速度感很有很有 會怕 然後呢 側掛 你可能也要掛得稍微外面一點 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前龍頭的給你的回饋感受 我們的輪胎線都還很冷喔 迴旋彎 它的回旋效率喔 就跟V4S一樣 搭車呢 表現得也非常的利喔 尤其是 尤其是 然是 比8S1 超級尖 12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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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